下面一个问题 他请问为什么 睡是地狱之音 敬夜行人 每一天睡多少时间 才算不贪睡 财色明实睡 地狱五条根 大概你问的意思是这样的 为什么睡也是地狱之音 财色明实睡 地狱五条根 睡是昏尘 贪睡的人 昏尘重 这个烦恼重 所以也是躲地狱的音 地狱有很多种 它不是躲很深的地狱 不是躲阿贝地狱 它是躲一般小地狱 因为其他的像 财色明实睡 财色明实 那个夜 比睡眠要贤重 要严重 但是睡眠 多的时候 头脑昏沉 不开智慧 像不开窍 他对于前面 这个四种不善业了 有连带的关系 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 他造的业就会清 不敢造业 只有在迷惑颠倒的时候 他才敢造我业 那么一般 现在人的睡眠 有六个小时 应该就够了 所以 人的寿命 实在讲 是很短暂的 中国古人常讲 人生七十 古来西 这是真话了 现在一般说 这是医药发达 科技进步 人的寿命延长了 实际上不简单 超过七十岁的室友 也不少 那是什么 古人有古人的原因 在佛法讲 过去生中修的 无微不实 无微不实的果报 是健康成熟 那么但是 生在现在的时代 这个长寿有什么意思 没有意思 长寿是 多受苦难 社会这么混乱 灾难这么多 你所看到的 听到都不是 称形如意的事情 都是些痛苦 所以这个长寿 跟那个太平 盛世的长寿 不一不相同 我们从方方面面 去观察 你才真正能够了解 真的了解 才真正明白 所以寿命长的不重要 重要是怎样 提升自己的灵性 如果从这个目标 寿命长有好处 为什么呢 有时间 有时间学习 学习的时间越长 对自己提升境界 帮助越大 这是肯定的 我自己这个经营 如果我45岁那一年 真的死了 我的经济很低 你听我讲经就晓得了 我45岁的时候 出来讲经 讲了12年 那跟现在完全不相同 这就是寿命帮助了我 我们能对 把这个宇宙人生真相 稍稍明了一些了 这个大臣经教 才真正看得懂 真正看得出的意思 所以没有这么长时间去寻修 这是做不到的 所以这个寿命长短 看你用在哪方面 如果用在造业方面 那不如寿命短一点好 少造一点罪业 那用在这个 学习上的时候 那说明长好 可以多学一些 很好的东西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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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